你可以针对那个限式的代号 所以基本上插入函数里面 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一样用那个最近使用过的吧 用那个VILA函数 那一样去查那个限式代号 去哪边查呢 按F3 去限式表里面去查 查第二栏 然后并且帮我把 这个查回来 比对方是用False 用0 按确定 向下填满 自动完成 再来商品部分的话 分类名称 那根据呢分类 编号去查 所以一样插入函数 那里面的话用 一样用VILA函数 那找什么呢 第1个找 B B-01 OK然后呢 F3 我们去 这个是分类嘛 分类表里面找找看 那如果不确定查的 蓝数的话 你可以再点一下上面 它会出现 它的分类 1 2 刚好这边 第1栏 那查第2栏回来 所以 比对方是输入0 OK按个确定 那就把分类 名称也全部查完 那再来的话呢 那个销货的单头 这个地方 我们针对 客户名称 所以我可以从客户名称里面去查 编号 把它的名称给带过来 所以这边的话一样 插入函数 V函数 然后 这边的话呢 我要查的是这一个 他的 Table是F3 它是客户表 客户表里面的话呢 我要查的是第几栏 我如果不确定的话 点一下客户表 那我的客户在第2 OK 所以把第2带过来 然后 然后比对方式输入0 然后把名称 客户名称按确定带过来 再来的话呢 就是限市 名称 这限市名称的话呢 因为这边前面没有 这个限市编号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可以再从 其他编号里面找一下 在这边有没有 他有一个 所以 在 客户表里面 可以查得到限市名称 不过像有些资料库 关联的更 更特定 他会放编号 他不放名称 他放代号 因为你代号再去查 所以可能要查 一次再查两次 才可以查得到 因为这边我们已经预先知道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干脆在这边先查好 那我就可以直接 限市名称 直接用那个 客户里面 所以这边一样查 客户代号 然后呢 我们Table就F3 去查客户表 那客户表里面的话呢 请你帮我把 12345 第五栏 帮我把它查回来 第五栏 比对方式是0 OK按确定 这样的话呢 可以把限市名称 也给带过来 再来员工姓名 员工姓名的话 这边有员工代号 所以插入函数里面 你可以找到那个员工 所以一样员工代号 把他的F3 找到员工表 那根据员工表里面的 第 员工表 员工 所以在第2栏 OK 输入2 然后比对方式 一样是0 OK按确定 那就把那个 那个业务的员工姓名 带过来 那部门名称的话呢 因为这边没有 部门 带号 但是你可以根据那个 刚刚的那个员工代号 这一样可以从员工代号里面 查哪一个呢 F3 从员工表里面 那查第几栏呢 这边就 123 45 一样是第5栏 所以你把第5栏的资料呢 给带过来 然后输入0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 这个 这个 工作表 把它完成 那再来的话 阻挡 阻挡这个地方 可能最大问题就是那个 我们要销售这个地方的那个 产品名称 商品名称 我们可以从 商品里面去看一下 商品代号 不过呢代号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主党里面的代号 好像似乎有不一样 所以如果没有完全一样的话 那你那个最后的查询呢 就不能用 那个 用0 只能用1 找接近的 OK 查询的部分 否则的话呢 会出现那个 Nazer Bay的伯讯 所以 查这个代号 去哪边查呢 F3 帮我到那个 商品表里面查查看 那查第几栏呢 基本上查第1栏 OK 那第1栏里面呢 我要把第2栏给带过来 所以这边输入2 那当然如果 之前同学是输入0 如果输入0 你会发现 其实呢 你如果输入0之后 假如说这边是空白的话 那你就 大概知道这有错误了 因为没有东西嘛 没有东西他其实就是 Nazer Bay的 OK 所以如果按确定的话 你会发现 他这边就是 Nazer 近NA 里面是 找不到的 所以要找一模一样的找不到的话 那请你帮我找接近的 所以理论上 假如说出现 刚刚的那种错误的话 我们通常 会用这个方法 去帮我 去 找个接近的吧 当然了如果你要更严谨一点的话 可能就是怎么样 你还要再把 比如说 这个 产品代号 这个栏位呢 做一些 前置处理 比如说呢 他里面 可能有哪些关键字 MB嘛 所以你可能要先抓什么 抓前面的这两个关键字 然后面的话呢可能就是 这怎么编号里面有哪一个数字 再跟哪一个数字搭配 最后串出来 是一个完全正确的那个 这个产品名称的话 或者 产品代号的话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容易有 像这个地方会出现的问题 我们先用1好了 按个确定 把它向下填满 那单价的话呢 一样可以利用那个商品表里面 可以把单价给查出来 这部分的话呢 后面 阻挡部分 这些 先试着做做看好了